大家好 这次来介绍一下如何从普通野生春兰中选育出价值较高的色花来 首先带大家来欣赏一下普通的春兰 这是一盆再普通不过的野生春兰 这是我自己养着的一盆野生春兰 山上自己挖下来的 这是生长在野外的普通野生兰花 也是野生春兰 这是在山林里面发现的一大株野生春兰 没有花苞也没有花朵 叶子挺漂亮的绿油油的 春兰中的色花是挺漂亮的 比普通的野生春兰要好看得多 价值也比普通春兰高 很多人遇到野生春兰中的色花 却有眼不识金香月 白白错过了 其实辨别色花很简单 只要是和普通春兰花朵颜色有明显差异的 那肯定就属于色花 身价立马就会高涨 下面我带大家观赏一下春兰色花 以后遇到差不多的春兰就不要错过了 挺难得的黄色色花 这是金黄色的色花 非常罕见 这是比较普通的紫红色色花 一大盆红色色花 这是白色的春兰色花 这是白色花 这是一株比较难得的鲜红色色花 并且品相比较不错 淡红色的色花 它的舌头那个斑块也挺好看的 这是一株比较不错 这是一株比较罕见的鲜红色色花 是一株老品种 名字叫红打阳光吧好像是 这个赤白色的色花非常难得 比较罕见 很少从下三栏中能够选拥出来的 很难遇到 也是一株紫红的色花 它的品相还不错 那个花瓣还是挺好看的 前面看的那些色花 都是从这个花瓣上 花瓣的颜色上来区分的 这个色花不一样 它是塑星 所谓的塑星就是那个 舌头上没有红色斑块 都是纯白的 所谓叫做塑星色花 这也是一株 刚下三不久的普通塑星兰花 普通的塑星春兰 挺漂亮的塑星 这个塑星比较难得 是老品种的 它的品相不错 嗯 嗯